近期遭到太楚的前海龙蛙兵177高调转战成人影业 这也引发了许多前海龙蛙兵学长们的不满 一早就到NCC门口抗议 面对外界议论 本人坦然的回应 职业不分贵贱 并强调他作为海龙蛙兵的荣誉感一直都在 但也有军事专家喊话 要推动不荣誉退伍 希望能对这种行为判刑 你秀一下你最满意的部位 成兄姬或是北姬 身穿象征海龙蛙兵的红短裤 前蛙兵177因涉及拍摄成人影片 遭部队退出后 选择反其道而行 直接加入成人平台 却引爆退伍学长不满 曾经的海龙蛙兵群聚NCC抗议 但177本人直求对决 我觉得能理解老前辈他们的立场 建议了甚至是比较年轻一辈的 目前我得知是没有人对这部分是反感 我是不支持的 任何职业是没有分贵前来的 同样曾是军中女辅导长 转战成人影片 内内更站台力挺 中共情势下还是很辛苦的在陆立战备 大家都支持国军 海龙蛙兵这个四个字 我也是靠我自己辛苦这半年 去得到的荣誉 我觉得这是我赢得的 不能因为我做的什么事情 我就不能挂这四个字 只是陆军司令部回应 呼吁外界不该再用国军专有名词 来做商业行销 更有军事专家坐不住了 喊话要推不荣誉退伍 未来要对177这种个案直接判刑 现在没有有勒令退伍 有彻职查办 但是没有不荣誉退伍的这一条 海龙蛙兵进军全人影业 引发外界哗然 面对一切批评 177盖瓜承受 不论退伍前辈再怎么不满 如今也只能尊重 介绍了许修明台北采访报道